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您来修这门创业财务规划这门课 那我们这门课 我是五山一老师 我们这门课呢 主要呢就是教同学说 如何从创业里面呢 去了解创业如何去规划 你的这个企业的一些所有的行销 还有财务的部分 那所以呢 这门课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在谈创业 以及创业该如何去设计你的行销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讲的是财务规划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呢 大致如下 就是有这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同学能在修这门课的时候 能够完整一份这个创业的企划书 那所以平常除了上课是我上 我用口述讲授以外呢 我们评测的方式呢 就是有40%呢 是你的出席成绩 跟你平常的作业 那作业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往大的 或者一众或者有作业 你就是上网去po你的作业 那这部分占40% 那你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完成的这个创业的企划书呢 占60% 那在企划书里面呢 我们有分 哪个阶段报告 第一个阶段就是其中好那个礼拜 我们做一次报告 那这个报告要做到哪部分 我们在证课的时候会从读学说明 那再来呢就是学期结束的时候 期末考的阶段呢 你请终学查整份报告 报告完毕 那这两次的报告当中呢 其中报告呢 你要不要交这个书面报告都可以 但是报告的口头报告呢 一定要报告清楚 那期末所交的这个报告呢 除了要上台口头报告以外 你的书面一定要交起 一定要交来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评分的标准 那从这个我们在期末考之前 跟同学介绍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于 你如何创业 那创业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或者是说你要注意哪些的风险 这样子 那期末考之后呢 我们大部分的重点就摆在 财务规划 以及资金怎么筹筑 还有呢 你的财务报表 要怎么来书写 那么大概 以上呢 大概就是我们这门课 同学要注意的地方 那详细内容呢 我们上课时候呢 都可以请同学再发表 你的那个疑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能不能